记得之前看到一个关于刘若英的采访。 主持朱军问他,你为什么总给温柔淡定,不急不躁的感觉。 他回答,因为我知道,在深的道路上,你终究要一个经历所有黑暗。 承受生活中所有的痛。 每个生活在这个世上都要承担属于你的那份苦和难。 所以请收起你的玻璃心,它是前行。 成年的生活里没有容易二字,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不足以谈论声。 成年不要掉进自怜的情绪里,而忘记了往前走。 风暴面前,坐在原地哭泣的孩子,只有淋雨的份儿,不如用力奔跑,跑到安全之的。 成年的生活都是不易的,但是希望都在。 这就是我们不停努力的意义。 还有一句真理告诉那些正在经历痛苦的,要坚持住,眼前的困境,一定会过去的。 相信我,你终会等到那长疏一口气的时刻,连同那个更好的自己。 前段时间微博上有一个视频,下了班的小哥,坐在地铁里,边吃汉堡边强忍委屈,眼泪几乎要夺目而出。 也许是工作不顺心,也许是被生活压力逼垮,也许是曾经美好的感情再也撑不下去了,又或许是挚爱地亲离他而去没有知道他难过的真相到底是什么,只是在那一刻,隐隐看到了曾经像他一样的我们。 下班后开车到楼下,熄灭引擎,点一支烟,却迟迟不肯上楼。 只有在这时,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时间,推开车门,你是父亲,是儿子,是丈夫。 大醉一场后的第二天,洗把脸化好妆,还是得精神满面地走进办公间。 推不掉的应酬,数不清多少次加班到深夜,你需要努力在这个城市生根发芽,需要攒钱还房贷或者换更大的房子,需要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教育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我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同墙铁壁,委屈,都是无声无息的自我消化。 学业完成的新鲜,待嫁待娶的子女领薪水的上班族直到有一天,我们也为父母,上要面对年迈的长辈,下要负担起家庭责任。 我们背上的角色越来越多,需要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,我们不得不迅速成长,却不敢停下奔跑的脚步。 正如张爱环说的那句,中年以后的男,时常会觉得孤独,因为他一睁开眼睛,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,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。 成年的生活就是如此,虽然大家心里都苦,但是白天里都波澜不经照常嬉笑怒骂,其实深夜里不知哭过几次了。 成年不轻易在别面前叫苦,因为他们知道,这世上没有感同身受这种东西。 谁不是在一边咬牙坚持,一边轻描淡血发生在身上的苦与痛。 微信群里曾经有个女同学,有段时间不知道遭遇了什么。 频频往群里倒苦水,刚开始的时候,群里的几个好友还经常安慰他,等到后来大家基本上见怪不怪。 每次他在倾诉的时候,大家已经无动于衷了。 不要活成朋友圈里的祥林嫂,别不是你的垃圾香,没可以为你的负能量买单,所有的辛酸苦辣都要学会自己熬。 不要轻易在别面前诉苦,因为你选择了一种生活,就要学会承受这个选择背后的辛酸,苦乐苍瓣,这就是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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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